我們在兩方雲林管議員和張縣長 在中央的微僑補助 他們說十一月八號的索情中議長 去到家裡關他們全額補助 但是我們雲林管通常不判斷 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雲林管的十一座有十六座微僑 有九座的部分 我們的中央政府也是要全額補助 是同步的絕對無分的勞力 因為八成的生命安全 是我們中央政府尚快中央的 所以在這裡要強烈 來跟大家平清一下 中央政府絕對無分的勞力 用我們的八成的生命安全 絕對是尚快第一的勞力 本政府是十月十八號 這裡有交通報告的資料 來送其中的九座橋梁 要改善案數 其實這時候 平正義就來選擇 說這九座橋梁是安全性的 他九座是全額補助 不是完全沒有補助 一般性的地方政府 需自行辦理的事項 是屬於本次全額補助的範圍 所以他的補助是全國標準的 絕對是沒有分藍綠的 而是全國的標準統一 我們全台危險橋梁的資料顯示 我們未完成派修的三十九座橋梁中 雲林縣政府十六座最多 公共申請這樣沒問題 索尊昌議長也說 簽對全國危險橋梁的補助 十一月八日再次重申 全國改建橋梁將一視同仁 全國補助 總管長對我說沒補助 總管長你的居心何在 你的目的又是什麼 我們不要睜眼說笑話好不好